iPhone 16 Pro将采用更快的5G OLED MacBook上市,还需三年。 据Mac Rumors报道,iPhone 16 Pro系列将搭载高通最新的5G基带芯片,实现更快、更省电的5G连接。 海通国际证券分析师Jeff Pooh表示,iPhone 16 Pro和Pro Max将使用高通骁龙X75调制解调器, 而两款标准款保留X70调制解调器。 除了iPhone SE,苹果过去一直在所有型号上使用同一调制解调器,所以这标志着策略改变。 骁龙X75于今年2月发布,可以聚合4个TDD在波信道,使运营商可以充分利用不同频谱资产,实现更高的数据速率。 它是全球首款5G Advanced准备就绪的调制解调器,5G Advanced也就是所谓的5.5G,是5G与6G的过渡阶段。 DSCC CEO Ross Young表示,苹果首款OLED MacBook Pro距离上市至少还需三年时间。 Young表示,需要几年时间苹果供应链才能规模生产笔记本级OLED面板。 因此,它预计苹果会在2026或2027年推出OLED MacBook Pro。 另外,它重申2024年的iPad Pro将采用OLED屏幕。 而首款OLED iPad Air和iPad mini预计要到2026年,所以明年这些设备仍将配备LCD屏幕。 同时,请不吝点赞 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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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